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 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的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 Channel 再按一下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的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又是開箱片 我想說 終於 終於 終於到手了 這個就是DX Holy Wing by Istanbul 就是大義的強化道具 我們現在先看看包裝 首先你會看到 這裡很聰明的有一個Holy Life 然後就是它的印章 它的印章跟以往的印章有少少不同 就有一對很大的翼 其實這個Holy Life都蠻型的 很有那種神聖的感覺 不過就威了一集 現在暫時都沒什麼威的機會 不知道之後還有沒有 上面就這樣 基本上你配到窗裡的時候 就會好像有一對翼一樣 都蠻特別的 旁邊就這樣 這邊就這樣 玩法等等 這裡它的按鈕就會在頂頂位 事不宜遲 立刻開來看看 現在就拿出來 基本上它的印章跟以往的有些不同 你會見到它的翼很長 就去到這個位 對比以往印章的話 高度就是這樣 你會見到很大分別 多了這裡 所以剛才的包裝盒其實都很大 跟以往的有些不同 它就這樣 這裡就是那個按鈕 按鈕 這裡呢 對了 這裡這個位置 有個凸起位 你一拉它 對翼就會放下來 然後吸上去就是這樣 它就不會有什麼固定 即是拼了下來之後 你大力一點拼 都會有機會這樣動 然後印章就是這樣 如果想知道這個Holly Life 到底是一些什麼 就可以看回我的解說片 就是上一條的這把解說片 裡面就有講到Holly Life的來歷 你隱約會見到 這裡有一隻 鳥頭 這個鳥頭呢 其實就是這個烏鴉來的 但就不是普通的烏鴉 就是白烏鴉來的 那為什麼會是白烏鴉呢 白烏鴉 若有多罕有呢 這條解說片就會有講 我現在就不會多講的 那又試一下聽一下聲音 那又試一下 按一下聽一下 Holly Wing Holly Wing 這樣 Holly Wing 按Holly Wing 那又試一下吸引聲 吸引聲跟以往這些不同 那試一下有沒有半按 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那又試一下拉下來聽一下聲音 那拉下來都會有音效的 那好啦 那基本上單體玩到的聲音 就是這裡這麼多 那又試一下配在變身器裡玩 那變身器呢 因為阿妹的變身器呢 我就收得好 因為始終玩完呢 我想保存盒 那又塞進去包裝盒 然後塞進去啡盒 那所以呢 拿出來就比較困難的 那所以今次試這個印章呢 我就只會用這個 Revise Deliber 和這個大義的Chin Deliber 去試 那一天儘管試一下 那好啦 是時候要變身了 那好啦 是時候要變身了 那現在就變身了 那它的音效呢 全部都很神聖 那些鐘聲啊 那我想說呢 本身大義這個變身器呢 已經很會死大塊了嘛 那我每次變身呢 都不可以太過大動作 因為這樣會撞到燈光啊 因為這個空間比較小 所以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拉遠一點點 那你會看到啦 其實呢 它的翼斑下來的時候呢 那因為這裡空間太窄呢 它是裝不下來的 那所以呢 它一裝下來就會超出了這個螢幕 那我現在先拔出來 啊 終於拔了出來 那你會看到呢 它的翼斑是這樣的 那就是這樣 那然後試一下聲音 那基本上槍聲也是這樣 那然後呢 那然後呢 又試一下必殺技 那必殺技都有兩種的 那首先第一種呢 就是按這裡這個按鈕 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第一種必殺的音效來的 那第二種呢 就要先把翼拉上來的 那第二種必殺技呢 就剛才這樣啦 蓋到翼上來啦 再按這個按鈕呢 彈到翼出來啦 最後呢 再按一下這個槍聲呢 那就出必殺技的 那基本上兩個必殺技 和變身音效就試了啦 那我反而就想試一下呢 啊 現在就用這個Live去玩啦 那不知道用這個Ebruary去玩 到底會變成怎樣呢 那現在就試一下啦 那現在呢 就試一下Ebruary版 到底會是怎樣啦 那雖然劇裡面就沒有試過的 但是現在就試一下啦 那現在呢 就試一下Ebruary版的變身啦 那雖然劇裡面呢 是沒有出現過的 那純粹是我好奇地試的 那現在就試一下啦 那基本上 那基本上變身音效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分別啦 那就試一下按一下聲效的技啦 那就是普通斬擊的音效技了 那就試一下出必殺技 看看有沒有分別啦 試試第二次 我想說剛才我扮了一隻翼上去 拉下來那一刻太長了一翼扮在鏡頭上 但剛才試完就算是Ebily的狀態 兩招必殺技和變身音效都是一模一樣的 現在先試大高的變身器 接著就試試Leba的變身器 先聽 基本上變身音牌跟剛才一樣 接著就試試必殺技 必殺技都是沒什麼分別的 接著就試試Remix 果然是大義限定的印章 配在Leba的變身器裡面的音效都是一模一樣的 試試開了對翼看又會怎樣感覺 開了對翼下來就不會特別有音效 你會見到是很累積的 如果真的戰鬥的話 因為這裡凸了出來都很累積 試試按一下這個按鈕看看有沒有反應 開著對翼的時候這些就沒有反應 試試吸上去 吸上去也是沒有反應的 所以基本上只可以吸引 插下來變身 拉上去拉下這樣 但Bissar技的A和B Bissar技的A和B 都是用原本大義Bissar技的同樣音效 現在就試試Balit.lex 現在就準備好Balit.lex 儘管試試有什麼分別 拉上去 Balit.lex 先來分別 Balit.lex Balit.lex Holy Wink也是定為Yabba Yabba 不過有點尷尬 因為這個Wink吸收的時候 這邊也有3-4秒的音效 所以很撞 剛才兩邊都出音效 有點吵 這個就是Balitolix 接下來就是玩Lawling by Istanbul 配下怎樣玩 基本上玩法也是這樣 這個印章 頂頂有個孔位 這個孔位是紅外線對應 其實每個印章都有紅外線對應的孔孔 只要吸上去就可以有對應的音效 現在就儘管試一下 就來了 這個就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基本上你放上去之後 這邊就會說Holy Wink 這邊就會說Energy 然後就出必殺的音效 儘管再試一次 就放上頂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又到了最後說一下感傷的時間 基本上它有好處和壞處 首先說好處 我覺得這個印章的設計是非常獨特的 而且挺幼形的 因為它比平時的印章大一點 而且它的造型很獨特 又對它這麼大的翼 而且它中間這個烏鴉這個形 其實做得挺漂亮的 因為它介乎這個 你看到有些電鍋式 而且它有些銀色 還有一些銅色的感覺 有點像那種玫瑰金的顏色 所以其實有種很高貴的感覺 很帥氣的 至於缺點方面 我就覺得它玩法的音效 比較單一 即是無論放在Libri 又或者Ebily 甚至Libis的腰帶裏面 都是出同樣的三個音效 即是兩個必殺技 再加一個變身音效 就不像像妹妹那樣 印章只要放在Libis那邊 它的變身音效就會有點不同 這方面就有些缺點 因為它太單一 但造型上也能夠補救 而且貌似看起來 這次它出了這個大二強化形態 都可能劇中會多一個最終形態 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我很期待它這次用這個白色翼 我很期待這個Ebily 即是揚言復活 希望可以做到這個 一半白色翼一半黑色翼的形式形態 不知道會不會有呢 如果有的話 可能都要外轉的時候才有 好啦題外話就講到這裡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給我LIKE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 BYE BYE